今天是平安夜 大家都是怎么庆祝的呢 有不少商业人士 趁着假期 西家带卷 提前来过圣诞节 上周末超过100位的企业人士 在南投的休闲农场 举办圣诞烤肉趴 除了大袋美食 也增添情谊 群鸡 香肠 还有鲜嫩多汁的烤肉 虽然天气寒冷 和亲朋好友 在户外围着烤肉架取暖 享受美食 不过要应付这么多人 挑烤肉架可是一门学问 一般烤肉架 受烤肉架面积限制 只能慢慢等 自动旋转的烤肉架 可以同时烤多样类别 受热均衡 避免食材烤焦 烤起来肉都设置很均匀 全土豆都没有炒味道 均匀 受热 好吃 不然它的设计 应用都相当的不错 穿着圣诞服装 互彩气球 在圣诞前期 一群企业家趁着假期 席家带卷 共享欢乐时光 当然还少不了美食大餐 你要记得这次吃饿的啊 你要过来跟我拿 像这种烤肉 重量一百个两百个人的话 大概有两个人去照顾 就可以 是因为360度自动旋转 所以一次就解决了 这个烧家的问题 圣诞节将近 不想到餐厅排队用餐 不妨自己动手DIY 准备料理 庆祝佳节 也拉近彼此间的距离 新唐人亚太电视 叶喜红陈汉昌 台湾南投采访报导 出销 出销